25岁在东京打工 工作日一天的开销是多少呢 早上起来 洗漱过后就开始准备早饭了 牛奶麦片加蛋白 这几乎是我每天早上的标配 试完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今天上午比较闲 看看邮件处理了一下手头的任务 午饭打算去便利店解决 最近这几天老是有雷震雨 天空时不时就变得黑暗暗一片 拿一个青椒肉丝盖饭吧 再选个鱼 补充蛋白质 我一般都会在家里 备一些这种自热米饭 因为日本的便当 份量实在是太小了 我就会额外热一盒米饭吃 吃完后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下午主要任务是开会 为了吃够一天的热量和脂肪 我最近开始吃一些坚果了 这是好东西 结束一天工作 今晚打算去吃顿好的 寿司的Omakase 想了想衣着不能太随意 所以就挑了一条长裤 出发 这家店隐藏在一栋不起眼的楼里 每天只接待四族客人 不愧是比较高级的寿司 第一个金枪鱼手卷就把我给惊艳到了 里面是包了一片深的金枪鱼和一片炙烤过来的 一口咬下去嘴里满是唇香的油脂味 以及生鱼片的鲜味 这就是我一天的开销 比你们想象中的贵吗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